HELLO,大家好,我是HIDI 今天這條影片,你們應該等了很久了 就是我的淘寶秋裝分享 趁未到雙十一,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買了什麼秋天衣 大家在雙十一的時候,或者這段時間可以想一下 究竟應該把哪件衣服放在購物欄上 因為都很多,所以事不宜遲,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第一件要分享的就是我身上穿的這件灰色衣服 它是做了一個非常大V的設計 其實這裡是可以做到V,或者拉闊一點來做一個大V 性感程度是封劍由人 這件衣服的質地其實是很舒服的 它是棉質,但又不是那種唇棉會起毛的質地 如果你很近地看,其實是有一些很輕微的矽紋 但當你遠看的時候,它是一件純灰色的衣服 就不會有矽紋的感覺 第二件衣服就是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件 我之前拍片也有穿過的 這件衣服是一個衣服馬質的質地 然後它是做了一個大V的設計 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做這樣V 如果你的肩膀好像我這樣比較窄的話 其實可以做到跌膊大V領也挺漂亮的 我近鏡給大家看,它是有點通洞的 然後這裡有一顆扭 所以其實這裡蠻高一點 是做到一個速袖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都很適合秋天的時候穿的 因為這件衣服下半身是沒有任何剪裁的 所以通常都會是速到橡筋或者褲頭的位置 這樣穿其實都很悠閒的,很漂亮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它是比較薄的 而且你也看到有點透的 所以你裡面穿什麼就要自己注意一下 要照一照鏡看看它有多透 接不接受到 之後就到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衣服了 這件衣服我是在葵廣那裡見過的 好像是賣八九十元 然後我馬上淘寶那裡找 就看到是賣四五十元的這個 range 我就馬上淘寶那裡買了 當時我看到這件衣服自己是挺喜歡的 因為它做了一個公主袖 然後袖口是橡筋束袖的 所以是可以這樣塞高袖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樣穿的 讓你們看看近頸 它是暗花都有一些波點在這裡 所以都不會太過單調的 而且它的質地都是很舒服 完全不會刮或者很粗糙糙的 接著就到我身上穿的這件衣服了 這件衣服是有點和風的設計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到最後我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它是左搭右搭左 然後將這條繩繩兩個圈 綁一個列 就完成了這件衣服了 而且你綁緊之後 你基本上污下身都不會怕走光 我覺得這件是比較好 而且它這個質地是非常舒服的 它是那種紡絲的質地 所以穿上去是很滑的 而且它這隻紅色不是鮮紅 它有好少少偏向藍瓜色 所以你看上去也不會過分鮮艷的感覺 我自己是覺得它搭這個牛仔褲 一流 之後就到我身上的這件VLang黑色衣服了 我知道今個秋季我買了很多VLang衣服了 但是應該差不多了 這件的黑色VLang衣服就是一個棉質 其實它不是普通VLang的 我不知道在鏡頭看不看到 其實它是這樣搭著的 不過原本它這個位置不是黏著的 是我自己綁著的 它本身是真的這樣一塊包胸 是100%會走光的一件衣服 但是我自己這樣繞一繞之後 就會做了一個少少聚感 我自己就覺得挺漂亮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其實這件衣服是沒有特別顯瘦的 我覺得VLang這個位置有 但是你說腰部的那些 我就真的不覺得特別有什麼顯瘦的效果 我不會說我很推介或者很推薦 因為始終它都是一件大走光衣服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都很喜歡VLang的衣服 其實這件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之後我就想說這件衣服 因為其實我之前拍過一個穿搭 就是穿著這件黑色衣服去配襯這件衣服 那就順便說一下 這件衣服是一件厚的衣服 它不是很薄的質地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還未穿得 但是可以過多一個月就應該沒問題了 不過它不是一件可以抵寒的衣服 如果去到很冷的時候 這件衣服就不太保暖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漂亮的三隻藍色漸層 你會看到白色 淺藍 中間藍 還有最後的深藍 這件衣服我自己覺得 其實穿出來 它披出來是文青也可以 然後形格也可以 然後斯文也可以 你可以配得好女生也可以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多變化的一件衣服 所以我自己是真的很推薦 而且我很喜歡 特別是它這個質地是很軟熟的 我給大家看不看得到呢 它是一點都不硬 超級軟熟的一個質地 它不會說很軟熟的 你看不看我不斷擦呢 它也不會飛出毛 所以其實我真的很喜歡這件衣服 大家應該感受到我這個 換了幾件衣服之後 我的頭髮開始變瘋破的狀態了 然後到我身上這件衣服 它是一個假兩件來的 它裡面是一個假兩件的白色背心 然後外面是一個B漂亮的橙色衣服 這個橙色就不會說很銳色的 它也是偏暗的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擔心它太過鮮色 然後它下擺就是做了一個鬆身 所以如果你喜歡 都可以塞一點點在褲頭上 去做一個垂墜的感覺 都是很隨意的一件衣服 而且我覺得它過了鏡的效果也不錯 而且我自己覺得也挺顯瘦 因為它有一個敘感 令到你整個人都不會向橫發展的感覺 就會有那種顯瘦的效果 說到假兩件 就要說我身上的這件 衣服和黑色背心的假兩件套裝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這件衣服 我男朋友是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假兩件 他是問了我很久 你這件是一件還是兩件來的 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是不理解的 對於假兩件這件事 我先說一件衣服 它是一個黑白灰黃的格子 穿上身後 就會有這個效果 有一邊是會跌薄的 另一邊是一件普通T-shirt 領子也是有的 它是有領子的 這邊的領子就會在這裡 終於不再是B領衣服了 這次是一個圓領的間條線衣服 它不是爛的質地 但是是無線的質地 可以給大家看看 它是一個挺鮮色的 有橙色有黃色 所以我也挺喜歡這個間條 它沒有那些黑白紅白 或者是藍白的那些 這麼悶 我覺得是挺能力的 一件衣服 但是這件衣服 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非常容易勾到你的衣服 很少我拍片 它會扭上床 因為它平時會在店裡等我 我懷疑這條片 我拍得太久 所以它不耐煩過來催我 等我剛才還這麼厲害說 我沒有V領 我又回來V領的懷抱 這件衣服其實大家不陌生 因為我是一個薑黃色的 都是同一件衣服 之前在淘寶開箱的時候 也有介紹過那件 我實在太喜歡那件 無論它的質地 無論它的版型 無論它穿出來的效果 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所以我就買了它的黑色來穿 這件衣服 它跟薑黃色那件一樣 穿出來的垂墜感 都是很漂亮的 它一樣有一點點闊闊袖 如果這個袖 也是可以摺的 但是比較容易摺下來 不過它的袖真的比較長 你看到是薑絲袖 或者我的手比較短 我不知道 無論如何 這件衣服也是一件我非常喜歡的衣服 它這樣配牛仔褲 那個休閒感 無敵 這時候我假裝一件外套 這件外套 也是我今次買秋天的衣服的時候 一個覺得非常漂亮的 戰利品 不知道大家這樣看的時候 感覺上是怎樣 我很擔心我自己臭化了這件外套 因為其實這件外套真的很漂亮 它做了一個束袖 令到它上面 可以拋一點出來 之後每一個的邊位 都捆了黑色邊 質感是非常之好 最重要是它的質地 是很舒服 很軟面面的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這件外套 然後就是一條連身裙 它是一個衛衣質地 然後中袖 然後去到腰位附近 就開始開叉了 裡面是一個八折的長的雪紡裙 這個藕粉色的雪紡裙 穿上去很漂亮 很有質感 無論你是配球鞋也好 配布也好 都是非常好 我覺得 我不知道大家看我這個頻道 看了多久 之前在春夏的時候 我就買過一條短袖的連身蛋糕裙 我是非常之喜歡的 基本上我經常都會穿到的 但是來到秋冬 我怎樣可以延續我這個蛋糕裙的心結 那我就買了一條吊帶的蛋糕裙 為什麼來到秋冬 我才會買呢 就是因為我想穿著蛋糕裙之後 外面可以穿一個比較一字薄 或者是比較闊領的冷衣 去做一個頭部也可以 或者是穿襯衣也可以 那我現在就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因為我就買了這一件 貓貓和鬍子紙的襯衣 雖然它的顏色是一個橫色 它好像沒有其他顏色選擇 或者是白色我覺得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橫色的 那我就把它下面沒有扣到扭 就用來綁這個蝴蝶結 就可以配襯這一條蛋糕裙的 這一種蛋糕裙的修飾能力是很好的 因為無論你有屁股或者有肚腩的人 因為它這個位置是這樣飄出來 所以它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修飾效果 這一個襯衣的質地 就不會說是那種很挺的 我覺得它也有少少混了一些綿麻在裡面 所以都算是軟熟的 而且它是比較大件的 如果我不綁的話 你會看到它是很長的 它不是短版的襯衣 所以就很適合這樣綁住 因為它會夠長 蝴蝶結就會夠好 接著就到現在我身上的 這件透視波點的襯衣 裡面也有了一件吊帶背心 給你們做打底的 這件襯衣 穿出來的效果好像很多 很多星星一樣 但是穿出來也不會太過復古 我覺得剛剛好 它的袖口位就做了一條繩 要自己綁 我覺得自從去年的冬天 多了出這些自己綁袖的衣服之後 我覺得我單手綁蝴蝶結這個技術 越來越高超 我可以極快速就綁了 兩邊它速了之後 就是一個這樣散了的袖 我覺得這件衣服也挺漂亮的 它不會穿完之後很老 因為有些波點或者大波點 穿完之後會很復古 很老積的 但是這件就不會有這個感覺 可能因為它是半透視的關係 我覺得也挺漂亮的 然後這件是衛衣質地 其實去年我也買了一件綠色 是很喜歡的 今年也買了這件 為什麼呢? 就是它的Print 這個曲奇餅的cream 我覺得很可愛 好,它穿上身了 曲奇餅在這個位置 這件的長度 就會看到膝蓋在這裡 對上一點 還有它有袋子 大家只要知道 我對於年身裙 如果有袋子 會加很多分 所以我真的挺喜歡這條裙子 有袋子真的很棒 而且穿上去很悠閒 你看不看到跟剛才的衣服 這件一穿上去 減零 立即洗衣服 接下來還有兩件 就不穿上身了 因為都是下半身 我真的比較難show 我未做到穿搭 那兩件未找到時間 所以呢 那兩件我告訴大家 我買了什麼 第一條 就會是這一條的格仔連身裙 它的格子 有些大的扭 不是放中間 是放側 我覺得挺有趣 它去到最底 這裡是做了一個 少少魚尾的效果 裙尾 那它的長度呢 我站起來先 可以讓大家看到 是去到這個位置左右 不過呢 我也是會放它的官方圖 在這裡給大家看的 那或者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過下個禮拜 我試試穿上身拍照 然後放上instagram 給你們看我的穿搭 那所以呢 記住留意我的instagram 其實我經常都很想update instagram 但因為大家經常都沒有跟我互動 我那個熱誠 經常都減退了 所以大家多點留言給我 等我預約一下 那我就會多點post上instagram 然後呢 就到一條高身的牛仔褲 高腰牛仔褲 其實我之前都一向傾向於 在AEO買牛仔褲的 但是呢 我在淘寶就看到這一條 高腰但是闊腳的牛仔褲 都挺有趣的 所以我就買來試一下 也都是如果我下個禮拜 有空的時候 就會穿著它 然後拍照放在IG 給大家看我穿搭的 因為呢 我現在真的穿不了了 我連個扭都是還沒開的 那這一條的牛仔褲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蓋完之後 這裡做了一個高低位的 那所以呢 特別是你穿一些短身的衣服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褲頭有這個細節的位 然後它旁邊又做了一些爛的位 然後這裡裡面也是這樣爛的位 它的底部也不會縫很緊 它也是有些鬚鬚在這裡的 它附送了一條這樣 的 幼的牛仔褲繩給你去綁這個位 所以呢 這裡就會最後有一個蝴蝶結 這樣呢 是很可愛的一條高腰牛仔褲來的 好了 我終於說完我今期買的一些秋天衣服了 嘩 這條影片究竟拍了多久 過半小時有沒有呢 不停又脫又穿又換呢 我整個人是濕透了 所以全部衣服又要再洗多一次了 希望呢 今次這條影片呢 可以令到你們 對於雙十一買些什麼衣服呢 有少少的idea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幾條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接下來呢 就到萬聖節了 雖然我自己呢 就沒有想著做什麼custom 但是我幫Chopper呢 就製了這個萬聖節妝了 大家看這個南瓜帽 是不是好可愛呀 Hello 她的樣子很無奈 然後呢 她後面的衣服呢 是兩個南瓜仔來的 看到嗎 接下來這個周末呢 我就打算帶Chopper穿這件衣服出去 看看可不可以騙到一些糖吃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機會 撞到我們可以做到這個碰碰Chopper呢 對了 祝大家萬聖節快樂 玩得開心點 Bye Bye